明书记第21章 住在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 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 就与以色列人交战 卤了他们几个人 于是以色列人向耶和华许愿说 如果你把这名交在我手里 我就必把他们的城进行毁灭 耶和华听了以色列人的祈求 就把迦南人交给他们 于是他们把迦南人和他们的城进行毁灭 那地方的名就叫荷尔玛 他们从荷尔山沿着到红海的路起行 要绕过以东地 众民因为这条路心里烦躁 就反抗神和摩西说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 使我们死在旷野呢 这里没有粮食又没有水 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 于是耶和华打发火蛇进入人民中间 蛇咬他们 许多以色列人就死了 人民来借摩西说 我们有罪了 因为我们出恶言攻击耶和华和你 求你向耶和华祷告 叫这些蛇离开我们 于是摩西为众人祷告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做一条火蛇挂在杆上 被咬的 一看这蛇就必得存活 摩西就做了一条铜蛇挂在杆上 被蛇咬了的人 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以色列人又起行 在阿博安营 再从阿博起行 在以耶亚巴林安营 就是摩押对面的旷野 向日出之地 他们又从那里起行 在萨列古安营 又从那里起行 在亚嫩河那边安营 这亚嫩河是在旷野 从亚摩利人的境内流出来 原来亚嫩河就是摩押的边界 在摩押与亚摩利人之间 因此在耶和华的战书上记着 在苏法的瓦哈勃和亚嫩河的河谷 以及河谷的斜坡 这斜坡伸展到雅尔城的地方 就是靠近摩押边境的 以色列人又从那里到了比尔 从前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聚集著名 我好把水给他们喝 说的就是这个井 那时 以色列人就唱了这首歌说 井啊 涌上水来 你们要向这井歌唱 这井是领袖挖掘的 是民间的尊贵人 用龟用杖挖掘的 以色列人从旷野到了马他拿 从马他拿到拿哈列 从拿哈列到巴默 从巴默到摩押地的谷 又到了俯瞰荒野的皮斯加山顶 以色列人派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红说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 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 也不喝井里的水 我们只走大路 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西红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 反而聚集了自己的人民 出到旷野去攻击以色列人 西红到了雅杂与以色列人交战 以色列人用刀击杀了他 占领了他的地 从亚嫩河到亚伯河 直到亚门人那里 因为亚谢是亚门人的边界 以色列人夺取了这一窃城 也住在亚摩利人的各城 就是西石本 于属于西石本的一切村庄 这西石本是亚摩利人的王西红的京城 西红曾经与摩押以前的王交战 从他手中夺去了所有的地 直到亚难河 因此诗人说 你们来到西石本 愿西红的城被重建 愿西红的城坚立 因为有火从西石本发出 有火焰从西红的城冒出 吞灭了摩押的亚尔 烧毁了亚嫩河的高纲 摩押啊 你有祸了 基末的民啊 你们灭亡了 基末使自己的男子逃亡 使自己的女子被掳 交给了亚摩利人的王西红 我们涉及他们 西石本就毁灭 直到底本 我们始地荒凉 直到挪法 挪法直升到米底巴 这样 以色列人就住在 亚摩利人的地 摩西派人去窥探亚蟹 以色列人就占领了 亚蟹的村镇 把那里的亚摩利人赶走 以色列人回头 沿着到巴山的路上走 巴山王 厄和他的众民 都出来迎着以色列人 在以德莱与他们交战 耶和华对摩西说 不要怕他 因为我已经把他和他的众民 以及他的地 都交在你手里 你要带他 像从前带那住在西石本的 亚摩利人的王西洪一样 于是他们杀了厄 和他的儿子 以及他的众民 没有留下一个 就占领了他的地